来讲了这个五地 怎么样的去修行 那这些对我们帮助很大 但是各位你要好好去体悟啊 就像一个禅宗的餐话头 一句话 不断地看不断思维 你会觉得很有道理 跟你的日常修行配合起来 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次地 最后成佛 147页 你讲 以菩提心的体性式 为了利益众生而自取圆满菩提 如现观庄言论云 发心为力他自取大菩提 所以这两句话多念几次 我们念上边把它背下来 发心为力他自取大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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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放在你心里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发菩提心 你就不会每一个人的远光要远 志向要大 不然每天就着眼你小小的 我的待遇啊 我的如何啊 如何啊 哪一天各位真的想要出家的时候啊 人家问你 为什么要出家 你要背啊 发心为力他自取大菩提 老额上就请你上座 你坐上没 你坐上没 但是这个要里外如一 然后真心的去思维 是不是自己真的是 发起这种广大心 而不是个人的心态 也不是一种逃避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看那个出家人 穿的衣服轻飘飘了 所以我也要出家 我说这个观念不知道对还错 哪一天你搞不好跑去穿旗袍了 但是至少只是利用这个姻缘 当然对方说 好你愿意 然后赶快来调整观念 所以动机一定要相应相应 第二 胡卓菩萨曾以辟语来解说 从凡夫位一直到成佛之间的各种菩提心 这二十二个比喻是要和这些辟语配合起来 解说从最初发心 自求菩提一直到正取法身中间 经过之五道或五个阶段之历程 三 发菩提心之辟语 一 自求菩提的欲望像是大地一样 因为他能够为一切白法做根基 二 菩提心就像是黄金一样 因为他直至成佛之间都没有改变 三 具足殊胜的菩提心就像月亮一样 一切善法都渐次增长 这三个比喻是象征 资良菩萨道之前中后三个阶段 家行道的辟语则是 四 如治火一般 就好像用自然的火 可以烧尽三种一切治的障碍 这样用火来比喻菩提心 最适用于家行道 因为道治之火初次发生 越烧越广 终能烧却一切障碍 而得正入真见到位 五 菩提心具足不识波罗密多 所以像是一个大宝库一样 能够使一切众生满足顾 六 菩提心具足持戒波罗密多 所以像宝矿一样 能够出生一切珍宝 为一切功德之一处 为一切功德之一处 七 或妄想或妄想或妄念所扰乱 就好像伤亡一样 不可动摇 十 菩提心具足智慧波罗密多 就像药物一样 能治疗烦恼和所知二障的疾病 十一 菩提心具足方便波罗密多 就像是善知识一样 于一切时不舍弃利益众生的行为 十二 菩提心具足愿波罗密多 就像是如意宝珠一样 能盛满一切愿求 十三 菩提心具足利波罗密多 就像是太阳一样 能够成熟一切所调的众生 十四 菩提心具足智波罗密多 就像是音乐一样 能够用诗歌的方式来对众生说法 以上十个比喻与欢喜地等实地相配合 包括见道和修道等位之行径 十五 菩提心具足神通固 就像大王一样 具有离诸障碍的大威力 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事业 十六 菩提心具足圣智固 就好像库葬一样 能续长一切万物 十七 菩提心具足与菩提分相应之种种法 就好像先生所行之大道一般 开显出无人祭种先贤之大路 十八 菩提心同时具足悲心和正观二德 所以像是成奇一般 生死涅槃二具不舍 安乐行道 十九 菩提心具足总实及变才 就好像永全一样 互以文之法及未文之法 皆能受持 智慧和知识远远涌出 无有穷尽 以上五点是简说菩萨之超圣道法 二十 菩提心具足法院花园 因此身欲昭著 自求解脱的人 普闻其名如红身正骨 二十一 菩提心具足人人能行之大路 就好像一脉江河一般 于利他之事永不退失 二十二 菩提心具足法身 就好像浩荡的云具一般 以住兜率田 将士诸胎 出家苦行 降魔成道等相 视现成佛 而涉度众生 以上三欲是专指佛地而言的 上述之二十二欲 是享用简单的辟欲 来说明从最初的凡夫位 一直到成佛之间各界次之特征 好 请翻到一百九十三页 那要谈一谈发菩提心的功德 没有菩提心没办法成佛 没办法利益众生 当然菩提心的修行次第 就像二十二个比喻一样 那当然我们要了解 那既然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有两种 怨菩提心跟行菩提心 那这两种有什么功德 你一下 一 发菩提心之功德 此又有怨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之分 二 怨菩提心之功德有八 一 去入大圣 二 成就一切菩萨学处之法器 三 撤断一切罪业之根 四 种植无上菩提之根本因 五 获取无量功德 六 令一切诸佛欢喜 七 一切众生皆得蒙意 八 素极正德无上佛位 事意如下 一 去入大圣 一 若有修行者不发起菩提心 那么他即使有圆满的行持 也不能算是去入了大圣 若不去入大圣 则不能获得圆满菩提 二 但如果发了菩提心 那么他就立即踏上了无上菩提之道 成为大圣行者 二 成就菩萨学处之法器 一 如果没有成佛的希求 没有热忱的怨菩提心 那么勤修菩萨学处和受持三种戒律 就成为无意义的事了 二 如果有了成佛的愿望 则三种戒律和菩萨学处 就皆有意义 堪为大圣法器 三 撤断罪业之根 以一切善法中之最高最盛的 即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对治一切恶法之良药 能灭尽一切背离正法之事 好像劫中时大火呼起 刹那间烧尽世界的一切 菩提心能肃及毁灭一切恶业 亦复如是 四 种植无上菩提之根 以众生的心好像土地 菩萨的慈悲好像雨水 能使之滋润 菩提心就像种植树木之根一样 能开敷三十七菩提芬之花叶 结雷无上佛国 利己有情 五 获取无量功德 勇师请问经云 菩提心功德 若具色相者 便十方虚空 亦难容受之 六 令一切诸佛欢喜 勇师请问经云 若有一信事 以种种珠宝 庄严诸佛刹 供养诸如来 欲恒河杀树 若负另一人 发大菩提心 合章作供养 此人圣前者 菩提心功德 含标 na 无辩 Ober Woman 七 一切中省 銜接鸿意 华言精云 菩提心 能成就一切世间利益 康味诸殊胜益 做利益 能做医 做根也 八 速成佛道 菩萨第论云 发了菩提心之后 就不会堕入二边 因此能肃及成就佛道 三 行菩提心之功德略说有十种 除了上述愿菩提心之八种功德外 再加上成就不断之自立和利他相续何为十种 四 行菩提心升起后就会与以前大不相同 于一切时连同睡眠和昏迷状态时 甚至放异时自己的福德都会不断地加强和增长 五 发起行菩提心后就能成就种种利他之事 除灭众生各种疾苦成就各种安乐 烦恼也能逐渐克服断除 六 反之舍弃菩提心之过失略说有三 一 因罪业故而堕恶趣 二 因为造罪的缘故就不能成就利他之事 三 因罪业故耽误了成佛的大业 七 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誓愿而不能实行 就等于是欺骗众生其罪报就可能堕入恶趣 经云 堕入恶趣之罪力 发菩提心之善力 二者相杂互消长 能令行者长流转 备用几场之时间 使得去入诸道地 好 所以第七刚刚又讲了 发了菩提心 那你要去度众生的誓愿 如果你不能去行 行菩提心 那就是欺骗众生 所以各位每天都会念众生无辨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那就是提醒我们既然发这个愿 就一定要去实践 所以那受了菩提心 就真的要去实践 那怎么样实践 才不会离开愿菩提心或行菩提心 202 耶 十二 愿菩提心学处 一 发了菩提心以后 就应该修学菩萨学处 其又可分为愿菩提心学处 及行菩提心学处二者 二 由无法不识愿菩提心 一 此心若不舍离众生 就决定不会丧失菩提心 二 时常思维菩提心之功德 就不会退失菩提心 三 勤聚福德智慧二种资良 能够增长菩提心之大力和大用 四 实时修观菩提心 则能使菩提心日渐增长 五 能知善恶八法之取舍 则菩提心不会忘失 各详细说明余下 所以这五条各位要多念几遍 然后要保持这种正念 那后面更有解释 然后呢才真正我们开始在 修菩提心 一 此心若不舍离众生 就不会丧失菩提心 一 无暖长者请问金云 菩萨若具足一法 则能受持一切殊胜佛法 一法为何 在任何情况下 此心绝不舍离众生 二 如果有人损害自己 因此就对他疏远 不再关切他 并且这样想 即使到了能够利益你的时候 或抵挡外来的灾害时 我也不帮助你 不管你 这样的思维就是心舍众生 三 只要此心气舍一个众生 而在一做的时间内 心不懊悔亦不对质 那就是犯了菩提心戒了 那这个要记住 讨厌的